这次虽然留手 但刘二雄毕竟是牛天寺的人 是早点吃的 眼下最关键的 是怎么把那个姓牛的给收拾了 明天我和贺娃去外线吧 探探牛天寺的地 牛李长 我大老远走这一趟 可不是为了尝你的山货呀 这儿的娃娃鱼啊 可是个嘻哈我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早年间 咱爷们是一条船上的 可这些年 你老弟有点不地道啊 俗话说得好 坐等一杯茶 不如自己拿 实不相瞒 兄弟我之所以下了您的船 是因为我有风雷阵的音速场 不过咱们买卖不成 人亦在 我只想问一句 山南 三大县 都姓牛吧 为什么我的货进不去 在这儿 走山货的 又不是我一个人 您要是 有本事 您去结交包人呢 我知道你跟四川的二流 是败把子兄弟 但是你也别忘了 这儿是陕西 抄脚 你去哪儿 茅房 我是王三春的人 我贴下赢二百名的地影在外面候着 不要命的你们就开枪 张家的 怎么了 吃饭走错了地儿让人围了 咱们也把他们围了吧 不用 那不然你们慢慢谈 咱们后会有期 牛天刺和唐永远 他们俩争起来 咱们就有机会了 对 让我们不下手 下雨下死手 弄死牛天刺 看作唐哥俩 再来个第十二条 牛天刺平日里 横行霸道 想杀他的人大有人在 为什么都成功不了 还不是他身边的警卫跟铁桶一样 进不了身 这不是自己往狼嘴里送的 别说他是狼 他就是虎 我也能把他牙给掰下来 是哪位姑娘找我呀 是我 牛里长 你 你叫什么名字 里长 我叫猪猪 是妈妈让我来陪您的 你不是这儿的牛娘 也不是刚来的 你拿着枪吓着我了 转过去 有问题 有问题 一个女人驾驾的 怎么会有男人的扇子 这女长刚才进的是哪个房间 怎么这两个人出来了 哎 站住 哎 来来来来来来 继续继续 大屁马 大屁马 来来来来 哎你别走啊 走什么呢 耍带是不是 不好了 牛里长死了 牛里长死了 牛天刺死了 死了 县城里都在传 说是四川的刺客感 姐夫 难道这事里没有人查吗 嗯 牛天刺作孽贪身 再说 陕西那边 也不想开罪四川的唐庚园 我看这事啊 就不了了之了 你们知道 这是谁干的吗 他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管他谁杀他 反正不是我杀的 哈哈 哈哈 哈哈